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的 我们来听一听他有什么问题呢 要请教我们的专家的 好 喂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想主要请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风湿啊 关节啊 这种病是应该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呢 就是我们家里的老人呢 有这个病都有三四十年了 然后呢他这个岁数越大 他就觉得越难受 有的时候外面就吹点风啊 他也受不了 家里开窗户也不让开 就说他那个关节就进风了 就难受啊 然后这么多年呢 我们也想过很多种办法 带他去看医生啊 针灸啊 还有这个有种说什么 能够缓解风湿的床垫啊 我们也都给他买了 但是就是怎么样都不见效 老太太呢该难受还是难受 然后就是常年呢 就是带着呼吸啊 就说这个午上跟暖和点 能好受一点 所以就想在这想请教一下专家 说生活中有没有什么 能多注意一点的地方 能够让他就说缓解他的难受 就让他不那么难受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是说这个通过食疗啊 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啊 有没有什么能够缓解的呢 谢谢 不客气 一听呢就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要关心一下老人家 那我们赶快帮他请出专家 这个干细胞医疗专家 陈昌平专家来帮忙解答这个问题 陈专家您好 喂您好 陈昌平专家您能听到吗 好的我们这个小天使看联络一下 是不是这个电话掉线了还是怎么样的 那么在这呢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因为我们呢这个留言呢的时候呢 您要是给我们用语音的方式的话呢 好麻烦说的慢一点点 好清楚一点点 好这样的话呢 专家听起来和我们听起来都比较不费劲 这样可以尽快的迅速的帮你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干细胞的医疗专家 陈昌平专家又在线上了 陈昌平专家您好 你好 风湿 对 对 对 那个有关于这个病人的问题 好因为刚刚前半段我没听到 你要我说一下 其实他就是说老人家这个风湿关节 就是老是反复 大概都三十多年了 他就想说其他的方法好像都没有效果 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我知道 这个内红湿性关节炎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是一个免疫疾病 好免疫疾病 那通常免疫疾病 我们给他的治疗方式 就是那个止痛剂跟肋骨醇 这样子 止痛剂跟肋骨醇 这样子 那止痛剂跟肋骨醇的话 通常用久了以后 就会发生问题 因为很多 很多病人胃会不舒服 然后用久了之后到最后 所有内固醇的副作用都出来了 月亮炎 水牛肩 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就受不了 那新的科技有一些新药出来来看免疫的 但是效果还不是很好 那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干细胞 那干细胞大概从十年前就开始有人来应用到这个内红湿性关节 还有红湿性囊肠 这些所谓免疫过高的疾病 那效果还不错 效果还不错 所以变成是另外一个方法来治疗 那我曾经治疗过一位 内红湿性关节炎的病人 那他本来使用内固醇都很不好 后来使用这个以后症状大为改善 现在日子过得很快乐 这样子 那当时是使用是打针的 OK 好 那现在好消息是有口服的 那口服的 大家一定想说 那干细胞怎么能够吃呢 干细胞是不能吃的 干细胞是在室温下就活不下去了嘛 何况跑到胃里面一定死掉了 那这个口服是一个活化因子 那这活化因子会跑 经过肠子吸收以后会跑到骨髓 然后从骨髓来给它制造这个干细胞 所以效果也很好 所以我用这个也治疗了几个案例很成功 是骨髓性囊肠跟雷红脂性关节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骨髓性囊肠也是属于那种叫免疫系统的问题 对 免疫过强 所谓免疫过强就是说我们身体的白血球本来是针对坏人来打 结果免疫过强的时候是把好人也当坏人处理了 所以它就会攻击我们的身体的好细胞 那通常表现出来的话就是免疫过高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会有关节痛啊皮肤症状啊 甚至于到最后伤害到肾脏 所以这个免疫过高过低都不好呀 对吧 当然当然 所以就是一切都是要比较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 平衡的情况下身体才会健康对不对 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疫情很危险 所以你刚刚讲的免疫过低也不行 所以免疫过低当然要从生活习惯 就是不要熬夜 然后多吃蔬菜水果少吃油炸物质 然后多多运动吃一些Omega 3 维他命D3 这样就可以提高大家的免疫力 度过这一次疫情的难关 因为好就是像比如说像我自己 如果没有休息好的话就非常容易过敏 那这个也是属于免疫力降低了的原因吗 就是就比较容易过敏 对 那个你不好的时候 过敏其实是免疫过高 啊 什么过高啊 免疫过高 反正睡不好可以过低也可以过高这样子 那我们明白了就怎么着都要让自己睡好呗 没有错这样子那因为这疫情越来好紧张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是的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这样子 好的好的 您说 对 那口服干细胞也可以提高免疫力 我曾经有几个病人他们是癌症病人化疗以后白血球下降 使用之后白血球上来了 他们就可以完成整个疗程 好 那我们甚至有一些病人在这一段期间 就是使用口服干细胞活化因子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避免得到新冠疫情 甚至于打了疫苗以后效果会加强 好的 那会增加大抗体 好的 谢谢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干细胞医疗专家 来陈商品专家的回答 谢谢您 谢谢 嗯